Hello, 大家好 2017年FUJIFILM也推出了第一部GFX模範中复相机 踏入第四年头2021年 亦是时候要出一部升级版 如果大家刚才也看到FUJIFILM X16 亦推出了一部新机 GFX50S2 手头上已经有一部相机 那我一会儿就开箱 带大家看看这部机内有什么配件 以及带大家深入看看这部机内的设定 大家都看到50S2 亦是用了传统GFX白色盒机箱 亦明显细合了 盒的尺寸应该跟当时100S同一尺寸 我现在打开给大家看看里面有什么 一打开 一张FUJIFILM的LIFLAT 亦没有了Menu 但我印象中100S亦没有Menu 如果大家想要Menu 可能要上FUJIFILM X.COM 下转电子版 机身包装里面有一条Type-C Type-C的USB线 这个是用于充电或过电话时使用的 一条FUJIFILM的原装厚身 有FUJIFILM logo次售的相机带 这条也是一条简绑带 在过往的FUJIFILM GFX系列 在过往的FUJIFILM GFX系列 如果我没有记错 X-T4也好像是送这一条 然后有一堆不同国家的转插 如果你带相机去不同国家旅行 那时要充电 你可以转回不同当地的插头 当然现在疫情关系 大家暂时还未能出现 新机也跟100S一样 它没有跟着充电器 而它跟着的是FUJIFILM logo USB-C Power Adapter 这个Power Adapter 看看有没有外出 是寫多少 这个是外出5W三尾 直至15W 如果有其他平板 也可以使用这个 接下来 接下来有一个线夹 这个线夹在很多GFX系列的机器 都有跟着 如果用Tethering或拍视频 它可以帮你固定调节 因为机身不容易脱出 接下来就是50S 现在它也转用了新的W235电池 这粒电池在100S的机身 甚至乎HDC都已经用了 机身的配件是差不多 现在来看看机身的主体 50S 第二代 没错 这部机是否跟上一部100S很相似 刚刚手头上也有一部 正面看 两者是一模一样的 机身大小设计 转盘 背部按钮 唯一最大的分别 就是机身的旁边 你会看到 这部100S只是GFX的logo 而50S II 是多了一个50S II的logo 相信大家都应该看到 除此之外 它也是用同样的Tillshift Screen 三向 对 就不会像50R 只能上下 对 好 先收回一些东西 OK 大家一起看看这部机 机身上的设计 机身上的设计 刚才也说过 和一部100S一模一样 它也是一体式的EVF 不能像以前50S那样拆出来 机身上的设计 最后的Full Frame相机的尺寸 也是相似的 非常小小 很轻巧 绝对不会像以前50S那样 后面很大的屏幕 整部机身上比较累 这部机身上也有耳朵 耳朵 耳朵 在拍视频时 可以直接拆耳朵 耳朵 耳朵 可以直接听 转到这边 亦有一个 规模的插头 这个应该是2.5mm的尺寸 另外 就是这个可以拆出来的 但其实我也不知道 它拆出来有什么大的作用 有两个USB插槽 这两个USB插槽 亦都改变了 去做USH2的SD卡插槽 我印象中 第一代它只是USH1卡 如果用高速卡 也可以用到它的速度 同样 Videos和Steel 也很简单地拍掣 EVF的解像度 以及屏幕的细致度 亦都一样 如果有这么多东西 有什么分别呢 最大的分别 一定是SENSOR 这个50S2 它是用上一代的50SENSOR 相信画质和细致度 都没有太大分别 我自己也用了这部机器 做了细致相 后期正在处理 因为最近有点忙 到时也会将细致相 放在我的Instagram 或者其他社交媒体 甚至乎是FUJIFILM的FACEBOOK 到时大家可以再欣赏一下 这部机器最大的吸引之处是什么呢 首先就是它的机器 现在它是用了和100S相同的五軸 六级防震 配合某些GF镜头 它是可以升至6.5级防震 至于哪些镜头升至6.5级防震 至于哪些镜头升至6.5级 就可能要上去富士官方网查查 除此之外 它的X Processor 亦是和GFX100S相同 用到第四代的Processor 变相来说 它的整体机轮反应上 亦是非常爽快的 因为如果你有用过以前50S 或者50R 其实按任何东西都好 感觉好像有少少慢半拍的 这部机器就不会再有这种感觉 而整部机器都感觉非常爽快 电池方面 它改变了最新的W235电池 所以它的电池内容度 亦是等于以前的T125 是双倍了 外观上就说完了 不如我带大家进去System menu 看看里面有什么不同 先讲这部相机的拍摄模式 也有保留System image 接着有Continuous Continuous 这里有少少不同 因为以往的相机 它是有高速和低速的Continuous 连拍的 而这部机器是没有的 这部机器的连拍速度 只是1秒可以拍三张 接着有Iso bracket 白平衡 其他不同的选择的 也有多重曝光 Multi exposure 另外一样 就是这部机器 也有Pixel Shift Pixel Shift 出现由GFX100开始 然后沿用是100S 到现在50S2 它也有Pixel Shift Pixel Shift 同样地 拍15张是合成的 但由于这部机器是5000万像素 所以Pixel Shift 合成是2亿的像素 变相和这个100S 有4亿是少一半的 接着我们可以进去System menu 来看看 对不起 我先转回System menu 同样地 它也有不同的尺寸 比例 可以选择 RAW image 再加JPEG RAW file 可以选择 Uncompress Lossless 或是Compressed 但Uncompress 只有一个选择 就是14bit RAW 因为50S 以往 或者50系列 RAW的主存 只有14bit 但到GFX100 或100S 可以选择14bit 或者16bit FILM Simulation 富士 也是很完整地 将它现有的 FILM Simulation 全部都放在 新机上 甚至乎 新的FILM Simulation 亦是100S 刚才推出的 50S2 亦有 同样地 100S 和100S 有的Smooth 功能 50S2 亦有的 如果我没有记错 它是 在50的最后 一个FILMware 更加了 功能 我不记得了 因为已经不在手了 我要讲一讲 这个Smooth Smooth 功能 有Wid 和Shrong 但这个选择 只会适用于 JPEG方面 如果你是拍JPEG 加RAW 你的RAW 是不会受影响的 也是原汁原味 保留出来 没有磨皮效果 对焦点的选择 亦可以去到425点 眼部对焦功能 亦有在 可以选择眼部自动 左眼或者右眼 但这部机 没有了100S和100S 有时有的 Face Detection 防震方面 亦有选择 持续防震 或者Shooting Only 甚至是Off Off的话 可能是在脚架 你可以Off Continuous 持续 穿着 任何情况下 这部机的防震 都是穿着 但是你要留意 当你穿着 持续防震 你部机身 因为Ibis 亦需要电量去转 所以你的电池 亦会比较 用得快些 另外也是 Fujifilm 其实是没有出 任何的Full Frame相机 只有APS-C 或者GFX的Media Format 所以它在所有GFX系统里 也加入了35mm 如果你是用一些 舊一点的Full Frame镜头 可能会出现一些 暗角或黑角的情况 如果你要避免这个情况 要么 你可能选择一些 焦距比较高一点 即50mm或以上的镜头 或者你可以在30mm模式开启 当你开启了30mm模式 那时 它富士的Media Format 它就会在传统的Full Frame Size 拍摄 即使你插上Y镜也好 它是没有了暗角和黑角的 但是要留意 如果你用了30mm模式的话 五千万像素的Sensor 就会因为 削小了 它的像素就会下调 它下调 它下调的话 大概是落到三千万像素左右 另外 就要讲一讲 由于现在新机 它是用了Type-C Port 它也是支援了USB的Power Surprise 它可以使用Power Bank 刚才说的 它本身是15W 你可能选择到18W以上的Power Bank 它是可以一路充电的 但如果要充电的话 是要关掉相机 如果要充电的话 它只能保持供电 令到电池的消耗就没那么快 另外Power Management 由于它这部相机 和100S有点分别 它就没有了Boost Mode 所以它是一个普通的设定 一般来说 Boost Mode 它对焦反应会更快 或者EVF的Film Rate 会更高 令它的流畅度更好 你问我 其实我没有太大用途 可能对一些用戒 会比较在意 Shooting Menu 里面 大概是差不多 我带大家一起看看 Video Menu 同样来 很简单 Video Menu 只拍了一个按键 就已经进入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看 它的Video Mode 由于它是用上一代的 它是用上一代的 所以它的选择 只有1080P 30格左右的Film Rate 它是没有4K拍摄的 留意 如果你要买这部相机 而再进入4K拍摄 这里可能要留意一下 拍片的同时 亦有IS Mode 可以选择 它有机身再加镜头防震 甚至乎 机身镜头防震 再加电子防震 但如果使用这个Mode 画面会再裁剪 小一点 或者你选择off 如果你用Gimble 那些情况 你可以选择off IS Boot Mode 如果用手持拍摄 它亦有加强作用 同样地 富蝕也不会 将Film Simulation 在Video Mode 亦有同样的Film Simulation 可以使用 但要留意 如果要用Film Simulation 拍片是不能拍F-Log的 因为拍F-Log 它这个功能会选择 Videom menu 大概是这样 如果你问我这部相机 是否吸引 其实我觉得 以一个入门机 中幅来说 是非常吸引 首先就是它的画质 是不容置疑 另外就是 价钱方面 也非常吸引 官方建议零售价 我还未收到 但我所知道的消息 就是 比刚刚50R 推出的时候 价钱会更便宜 一点 50R推出的时间 零售价大概 34,000元左右 如果再便宜一点 三万头 三万头 有防震的中幅相机 非常吸引 在市面上 很多不同牌子的中幅相机 亦只有富士才有防震功能 有防震功能 关于配件方面 本身100S 是有推出官方的底座 除此之外 市面上 亦有些推出 L-BlackCAD 是货货时100S 货货时100S 货货时100S 用的 刚刚也说过 它的机身 跟100S一样 所以市面上 100S的配件 可以通用到 50Mbps 所以买一部新机 已经在市场上 有很多不同的配件 可以用到 刚刚也说过 充电方面 由于新机 没有跟着充电器 可以选择 负线原装 W235充电器 一致可以充电2粒 同时充电器 亦是支援PD-30W快充 我自己工作上 测试过 两粒电器 如果是0%到100% 用PD快充 大概是4小时左右 就可以充电了 如果我不买富士原厂 因为有些人觉得 原厂的快充 我没什么用 而且价钱比较贵 我会推荐你 市面上 另外亦有一个品牌 NICOR FX3 同样地 亦差两粒电池 亦是Type-C 亦是Type-C 充电器 价钱比较相宜 但亦有一个设计上 我认为 没那么吸引的地方 只是支援快充电器 而不能支援PD 一般晚上睡觉才充电 其实快充电已经很足够 但如我们工作来说 我会推荐PD 充电 可以缩短我的等待时间 会比较好 好 今天的介绍大概是这么多 如果大家对这部新机 有什么问题 或者有什么想知道的话 不妨可以在我的留言 下面留言给我 我看到也会回复大家 好 新品介绍开箱就到这里 我当时做的作品 即使用50S Mark II 接下来都会在我的Instagram 或其他社交媒体平台 我会展示出来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追踪我的Instagram 或其他Facebook的标志 到时也可以看看 照片的效果如何 今天大概是这样 下次再见 拜拜 跟别人拍照 在明镜之火 看出来 在明镜之中